知名主持人黄子焦二号深夜发签字文怒呛天下杂志 表示自己受杂志邀请撰写的文章 出版社在没有事前告知下大幅删减自己撰写的文章 甚至杂志方都没有人事先来告知他和他商量 那黄子焦呢是愤怒的写道 是不是因为自己写的很差 表示自己是可以商量的 为什么没有人事先来告知或者来讨论呢 自己并非是天下杂志的员工 而是被礼聘的作家 最后他还写到如果文章不受喜爱就在此请辞 感谢天下杂志给自己这个舞台 但脱掉自己的衣服还关掉自己的麦克风 这个舞台实在是让人心碎 算是跟郑士涵与天下杂志从此来切割